好,大家好,多謝大家回到這裏 Ask Kenneth 我就是運動員兼教練Kenneth 今天很想分享10月23日至10月28日的訓練紀錄 為什麼我要搞到現在才開始拍片呢? 因為23日那星期非常之特別 因為我媽媽就在香港來了溫哥華探望我 我妹妹就在英國來了一起去一個聚會 一個家庭聚會 順便去我媽媽就70歲大手 在溫哥華舉行的 還有我妹妹的兒子就11歲生日 變成兩位都是一起吹生日蛋糕 挺開心的 我們再說回10月23日星期一的訓練 我會在做什麼呢? 在做Hand Snatch Below the Knee 在做4套兩下,205的 我覺得Hand Snatch Below the Knee是挺好的 沒有什麼壓力的 205應該是輕鬆的 不會有任何... 在那天裡面非常之好 是No Miss 完全沒有任何錯誤的 基本上是 我覺得... 又不可以說沒有完全錯誤的 總之沒有錯誤 總之沒有錯誤 總之... 好的 你就可以盡量將指板向上升 OK? 向上升... 升到某一點 然後你就要Get Under下去 千萬不要做一件事 尤其是很多初階的運動員 就是... 你叫我Pull High 我就Pull High 其實不是的 Pull Up Elbow 去到這裡 差不多 指板向上升的時候 你就要Get Under OK? 同一時間發生的 千萬不要... 上了來 定了 先上Squat 這件事我們不會去做的 Snatch之後 就是Clean and Jerk 加一個Pause Pause在哪裏呢? 當你分腿的時候 就是Pause在這裏 目的是什麼? 定了 兩隻手完全伸直 兩隻手完全伸直 完全Lock Out 那這個Pause的話 我就會做2-6-5 左右 OK? 那就不會做得太過重的了 OK? 希望可以Focus在技術上 因為Jerk要做兩下的 一個Clean 兩個Jerk 那2-6-5對我來說 會比較有信心一點 而且真的可以Focus多一點 Lock Out Lock Out都不好 你比賽都沒有用的 你舉上去都沒有用 所以Lock Out是非常非常之重要 因為如果你的手有一點曲 的話呢 有這些Movement的話 小小都好 叫做Press Out Press Out就是 No Niff No Niff 你做了都當你沒有做的了 那所以 然後 還有一件事 我在上禮拜祭 我會發掘出來的 就是 希望做完那個Clean之後 有一點點Vibration 增子巴有一點點Vibration 然後就 保持這個感覺 然後就去做了 OK? 我就不會拖延那個時間的 OK? 接著就很快來到星期二 10月24號 Pause Jerk 什麼叫Pause Jerk呢? 就是當你做Deep Jerk的時候 停一停 三下深呼吸 3 2 1 Push 這個第一次做 我覺得 可以再做得好一點 不是我的最好 OK? 雖然我的重量 都不是我最好 我覺得可以再做得更加好一點 就是 我要想什麼呢? 多一點 隻腳Push 地下 即隻腳跟地下的關係 做得好一點 對我的Performance來說是很重要 很多時候就只顧著向上 舉 但是忘記了 用隻腳Push地下 這件事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這樣 好 很多運動員 包括我自己都會很容易忘記 接著就 Jerk Support 那就是 一支巴 在上面 接著 分了腿之後 接著 推一支巴向上 接著慢慢做Recovery 那其實你會見到我呢 我頭真的蹲到很低 兩支巴 就是兩隻手在背後的耳朵 鎖住它 頂住它上來 少許曲 或者腿 肘 肘 我都推不到 我一定要把肘肘 推到最盡 頂住 先去 其實不是用肌肉去頂住 其實是用骨 去頂住 那個穴 即那個降靈 OK 315 OK 143kg 那我希望可以 做得更好一點 希望可以改善我那個 Lock Out的情況 如果不是呢 到下一次比賽 都是Fail 所以我這裏 我一定要 給多些心機 加強些訓練 下去的時候 就會好很多 OK 記住 我一件事 就是 想著 Abdominals Mid Session 一吹一口氣 一吹一口氣 就 BRACE BRACE 然後向上推 或者向上舉 跟著就 Recovery Recovery 都要好小心 Recovery 都不好 那巴掌就會跌 OK Make sure 我要記憶 記憶住 我的weight 在這個位置上面 OK 跟著做完之後 我自己再加一個 因為剛才 就是 A B C 三個動作 連同 Post Squat OK 三個動作 就是Compound Lift 做完Compound Lift 之後呢 我就會加個 Machine 做Chest Hyper Trophy 會用Smith Machine 去做Chest Pass 你會見到 Pause 一秒 在Chest 然後再推上去 那麼 Tempo 就是3111 盡量增加 Time Under Tension 有效的 Time Under Tension 盡量Focus 那個Chest 好多好多好多 OK 那你見到 我不會做得太過重 而且我都做不到太過重 因為 其實做完Snatch 還有Killinger Squat 其實已經 CNS已經 插水 差不多 所以我還是 集中 Mind Muscle Connection 以及 確保 RPE 9-10 這樣就對了 我就是這樣 你會見到 我這個Grip 就是 Bio Acrominal Grip 大概是 腰臀 寸臀 腰臀 寸臀 就是這個Grip 我不會做到 Y Grip 那 Focus Tempo Focus Upper Back 頂著 Bench 兩隻腳踩實 基本上 Lower Body 是完全不會 動的 我們叫做Solid OK 可以Fix 下身 然後Focus 上身 OK 來到十月的二十五號 星期三 我開始做Snatch Snatch 我做了 一二三四五 五個 102Q 即是二百二十五磅 OK 出來的效果 我覺得不錯 幾好 頭兩下都不錯 是啊 其實你一定要 好像我這樣 每一下做完成功之後 其實 拍手 鼓勵一下自己 雖然你沒有觀眾 其實你要自己去 懂得怎樣去鼓勵自己 否則 嗯 其實運動員 是很需要鼓勵的 沒有人鼓勵你 自己鼓勵自己 這是很重要 很重要 出來的效果 我覺得幾好 不錯 那個狀態 做得幾好 嗯 我都幾滿意 之後做Clean 295開始 然後305 然後做4Z的315 差不多打了 已經盡了 不過感覺 完全幾好 今天的狀態 315 預備 碰 摺 OK 不錯 最重要 Drive 沒有問題 但是摺 摺 摺 還是問題 摺 如果放鬆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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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是Hand Power Snatch 會由Above the Knee開始 其實Above the Knee是很難的 對我來說Above the Knee其實是有難度 不知怎樣發力 很奇怪 不知怎樣發力 所以都幾大挑戰 我現在在做195 不過看上去我覺得都OK 不過是Lock Out很重要 因為時間很快 沒有時間讓你想想 一上去就要Lock Out 做完之後就做Clean and Jerk Clean and Jerk 做295 都不算差 總共做了5set 就Fail了1set 其實最重要是練什麼呢 除了每一下要Focus之外 你Fail了之後 你如何面對下一個set 這個是最重要的 Fail了之後你有沒有信心繼續推呢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比賽的時候是有機會Fail的 是有機會Fail 因為壓力太大了 還有已經減磅了 或者水份不夠我身體 怎樣都好 你會Fail的 那你怎樣去Focus回去Fail了之後 這件事很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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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有時候不只是技術的 有時候CNS 差一點點 你都會Fail的 看這個 預備 Think完之後 Boom 剛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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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英俊的 OK WOW Fail了 好 這個叫Butterfy effect 希望可以盡快分腿 分腿 記住提高前腳 我的前腳就是右骨來的 OK 前腳 大高前腳 好像 Vertical jump OK 預備 Clean 接 接著 Keep a barbell 一點點Vibration OK 震盪的 Boom 分腿 對 因為拇指要記住 拇指會有彈性 當拇指下去的時候 接著拇指一上 其實能夠拿到他的Advantage Dunge 那便會幫到你 做完Clean Drift之後 可以做Pore Squat Bat Squat 做四下,295,加個pause在下面,預備,下去,pause,上, good,再來,pause,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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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good, 這個重量沒問題,接著來到星期六,10月28號,做什麼呢?Jerk的pause, pause in spirit,重量不太重而已,OK,做2,3,5而已,停在這裡,OK,停兩秒,預備,好,2001,2002,然後下來,再來,預備, 是,看見到指巴,正在抖著,好,兩秒,接著下來,就是這樣,OK,希望可以解決了那個locko的問題,所有東西都要focus的,你看到我指,我對你的手呢,完全在頭後面,基本上,預備,lock,在頭後面,稍等頭一點,希望下巴可以碰到那個body,那就最好了,再來,側邊看,預備,pause,yes,good, 不錯,再來,曲腳,那隻腳好像彈弓一樣,彈著巴上去,彈著巴上去,所以這隻腳一定要,有power,一定要有power,要鬆,要power,要力量,接著之後做drug support,一樣,這次我就不會做太重了,做回295先,因為星期六,始終都是差一點體力,所以做回輕一點會好一點,對了,夾緊個scalper,兩隻手完全是落實的, 不會有任何曲手啦,不會有伸直啦,不會有press的動作出現啦,對了,yeah,waylifting,其實就是藝術來的,是藝術來的,你只差一點就差一點,做得不漂亮就是不漂亮,OK,那希望可以由力量,要配合你的身體的靈活性啦, 那些barbell的流暢度啦,三隻去結合出來呢,就是waylifting,那所以,你只是技術沒有用的,技術啊,做得很輕,很漂亮,but,重消息你做不到,就是做不到,OK,你比賽的時候一定要是做得重, 沒有可能做,啊,60kg,我知道你很漂亮,70kg,很漂亮,How about 100kg,How about 110kg,OK,這樣你才有機會贏,因為運動員,責任就是,比賽,目標就是比賽,在比賽之中,可以盡量去發揮自己的表演, 甚至乎,去站在那個頒獎台上,如果你永遠都是不挑戰自己的話,你永遠都不能夠站在頒獎台上,即是,很簡單而已,我能給賽的話,我就不會自在參與的,自在參與,我想是給一些比較,我兒子的那些年紀去參加,自在參與,拿多一些比賽的經驗,那我已經很多比賽經驗啦,那我要比賽,我就要去取勝,去贏,就是這樣啦,那現在, 我還有這團火,就要繼續努力戰鬥,那我希望我以上的分享,能夠幫助大家在訓練上面呢,有一點點的提醒啦,那希望大家都喜歡我的分享啦,那記住大家,like,share,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Peace!